高達1.5公尺的積雪 幾乎要把半台箱型車都埋了起來 最後只能出動蠶雪車救援 大陸連日出現暴雪天氣 在黑龍江也降下大雪 造成80多個航班延誤 蠶雪工作連夜進行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路過黑龍江特別下車 和掃雪的交警親切合影 而在內蒙古也出現嚴重的暴風雪天氣 最低能見度不足10公尺 大巴士 轎車全拋錨 造成上百名旅客受困 在吉林長春也同樣降下暴雪 全程蠶雪車一起出動 場面相當壯觀 有賣路嗎 好 倒賣了 你好 倒賣了 雖然受到暴雪天氣影響 攤販趁機在雪中賣起動貨 蔬菜水果全都蓋上一層白雪 生意一樣強強棍 還有大爺大媽冒雪 在雪地裡踢毽子 跳廣場舞相當樂在其中 認為元宵前後雪打燈 是瑞雪趙豐年的好兆頭 記者唐玉淳報導